如果用西洋簽聲去做算命 有一個正確的出生時間 包括分鐘是很重要的 不可以用中式時辰 而這些東西我在Google Docs 上已經寫得一清二楚 不過是否一定要做Service Docs 的推判呢 也未必的 因為根據我所知道 在香港其實很多醫院都會有出生記錄 尤其是越近年代那些 1980多年那些都應該還有 Service Docs 尤其是給哪些人去做的呢 可能他們在1960多年 以前都還未有醫院 有很多可能執著 可能那些出生的地方叫什麼療產所 又或者有些人在大陸出生 農村出生 那這些完全沒有資料可以考究呢 就真的要做Service Docs 但是其實如果你們在 近期香港醫院出生 我就絕對建議你們問醫院拿資料的 第一 醫院的資料一定會準確做推判 因為醫院會給多一個 真的一個時間出來 但其實推判 我們通常 98% 的個案都只會推出一個 範圍 出來然後去拿回那個中位數 所以一定會有誤差的 二來 醫院其實是便宜過我做推判的 醫院好像在香港四五百元 還有第三說真的 我是非常之不喜歡做推判 因為 他那個過程是非常之繁複 是很好時 很好心力的 所以如果有得問醫院 就最好問醫院 但是無論如何 一定要找到一個準確的出生時間 那些中式時辰是絕對不能夠的